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这个电影院的电影讲述人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西木影院 我是大伟 天还是有点热 所以我今天换了一下白色的戏剧 跟咱们大伙一样 今天我们讲一部纪录片 叫《远方的家》 我记得第一次讲电影的时候 是在2004年 那次我的观众只有一个 看到画面上的那个汽车 腾空在空中翻过 然后巨大的爆炸 产生了那个火焰 烟雾 带来的这种震撼 他说这个 刚你讲的时候 一下子 那些个听不懂的声音 就和视觉勾连在一起 这个画面一下就活了 就跟看见一样 这一路上海拔会越来越高 对不对 会不会温冷 你没有穿什么衣服去 你记着二十五岁 穿着紫色的帽衫 战士给老乡翻译着当地的土文 在这个新母影院里 我们不需要挂窗帘 也不需要关灯 但是面对盲人 需要一套非常好的音响 你该如何把你看到的这个世界 讲给盲人盲优 让他能够理解 这非常重要 电影讲述啊 就是把电影里的人物 形象 表情 所在的场景 包括他们之间的关系 和镜头的运动 都讲述出来 把他们在内心的困惑 统统打开 给他们找到视觉判断的依据 到星期六 就想快去听电影 上礼拜下着大雨 我都来了 我可以说 接触这电影以后啊 最大的感受就是没白活 就是没白活 现在新母影院聚集了 一大批热心的电影讲述人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承担致远工作 我也忙着讲电影 新母影院 它不光是现场讲述的方式 还有音频制作的方式 包括电影讲述的这种经验 的这种分享 我们把它推广到一百所盲校 把它推广到几十所城市 这就是我们这些年 一直在努力 在做的